人间苦空无常 愿世人不分你我 丙足安然脱迷 纵世尘道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 《新子智库》里面的《芝书识礼》第九集 今集我想和大家分享一首宋词 提到宋词 大家都想到很多 唐宋古文伯大家 但有一位是没有被列进去的 但亦都是他的作品 亦都不少 的名字 我想大家耳熟能长 就叫《新汽疾》 提到《新汽疾》 今天我想讲他的一首词 就是这个叫《青玉安》 《青玉安》 其实如果大家都还记得 其实他的背景 就刚刚在这个上元节 即是元宵佳节 亦都可以为中国的情人节 当时情人节是我们现在安乐的 因为古代的女子 三步不出闺门 家门 如何 就算买些胭脂水粉 有时都要找一些 比如一些阿华 出去帮他买的 但是呢 去到这个元宵节 那天呢 他们就可以出去 上灯 可以扮得很漂亮 那天是例外的 可以去猜灯迷 每个人呢 那你想想 带来一些香囊 去噴噴噴 整个街上走出去 你想想 花灯已经很漂亮了 又晚了 还吃完饭 走出去 走到外面走 到处去 好像我们现在去逛花市 那样 我想是很热闹的 那时候 还要穿古装 男有男穿 女有女穿 走出去 真的 然后就笑盈盈 而且古代 他还要做法式 他的头发 如何扎个鸡 如何做些东西 拆什么下去 那就扮到 好像我们现在 可能有时候 去到蓝鬼坊 有些特别节 那都扮到 你要妖艳也可以 要漂亮也可以 扮 譬如扮 常围也有 扮蝴蝶也有 扮不同的东西 那这里呢 其实我们一会 在首诗里会看到 但是其实大家都知道 有种鲸鱼 其实正式来说 在中国呢 还是冬冰冰的 还是炸暖寒的 那其实呢 所以就 不是说真的 夏天 那样 那还有一些 夜晚一刻 还有一些东风 吹你 那好了 那我们不如就直接 讲到那首诗 那首诗 那首诗呢 那首诗呢 就是这样的 东风夜放花千树 东风暖暖的 夜放花千树 哇 在一个花里面 周围都好像那些花 那些灯笼 挂在那儿 好像那些树 哇 好多好多 一泊泊一栋栋 看得眼都花了 OK 那不如我们去完整首诗呢 然后再解释吧 东风夜放花千树 更吹落星如雨 那我相信呢 那我相信呢 后面那几句呢 众里尋他千八到 麦厌回首 拉人他在灯火南三柱呢 这一道呢 就真的经常被人引用了 尤其是呢 我们就一定要 去感激那位 啊 阿Kim其中一位老师的一位好朋友 就是这位白仙蓉先生 那白仙蓉呢 提到白仙蓉 即是 他都很多很多很漂亮的作品 人在纽约 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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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每次一想起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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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蔣介石下,當時還是軟派的,較大的一個將軍,一個大將軍 他身為一個大將軍的兒子,但沒有去重兵、重征 當兵最後就是重征的,如果你有背景的話 他就變成了一個問人,其實我順道順道他的 他的作品應該是在他那年代應該挺跳脾的 他其中有一篇文章裏面就說 眾女尋他千百度,麥厭梅首,乃人卻在燈火懶珊處 其實想起我們每一天沉沉迷迷,我們去找的是什麼 到我們領著面,其實有很多時候那件事就在我們身邊 而我們沒有察覺到,因為燈火懶珊,就好像鬼眼眼 其實很多時候就是我們隨著人生不同的階段 我們追求不同的東西,但有些東西其實我們是一早在的了 不過我們就沒有去珍惜,那件事就留走了 然後到有一天我們回頭,其實那件事曾經傳染過 不過我們可以錯過了,又或者幸運的,那件事還未被錯過 還可以再找得到的 我要講的就是在這裏,他就講到了 他説東風夜放花千樹,更吹落星如雨 始終就是那些風去吹 那星如雨,吹到東西滾滾滾滾,其實這些就是燈籠 你想想想,如果是上雨的時間,有月亮就一定無星星的 因為大家知道太陽在反射到月球的光,根本上就已經映蓋了所有星星的冷暇 那很自然,即是說當時有月亮,其實已經講得很清楚 那寶猛,寶猛,大家知道,想不想 那時候已經是有些車的了,那些是一些貴族是可以的 但當然那時候的車和我們現在不同 那鄉滿爐,為何鄉滿爐呢? 第一件事,以前貴族那些人士,即有錢那些 不是只有女士才會帶著香囊 那有些花,那些乾花,那些很漂亮的 不一定的 以前是連,你想想想一件事,宋朝那段時間 你想想,很多男士都會有些,除了晉朝 大家想起西晉,或者晉朝那時候 那些人有男士都在化妝,這樣 就扮到,有食五食散,逐龍七言 那除了這件事之外,其實你想想 宋朝其實都是差不多 他們雖然是文人,文人是文武相傳的 因為你想想,趙康人那時候,執政那時候 其實他的文人很多時候是不能打 後來就文武相傳,那些人是做文藏員 又要做武藏員 找些大將軍,是文軍來的,可能日品官 或者三品,他有時同時又打算 又打他,又找他出來打 那些人真的很文武相傳 他寫一些詞,這個新喜疾 聽他的名字已經知道,新喜疾 其實都是有一些,他寫的詞應該不會太直接 都一定是多或少都反映他內心的,內心世界 那好了,就有寶馬雕居,香滿路 大家可以想到 有風燒,聲動,當然是一邊吹 那些風呢,有時會吹到一些東西 就是有人吹笛子,那些燒 然後你可以想想,當時應該是在街上很吵 又有走過,整條街,比阿Kin的感覺 就是一條在鬧市裏面走過 那時候應該是很熱鬧 有些人在街頭賣藝 又或者你經過那些所謂清流 有些女子又可能在聲色驅禮 就埋音樂 就好像現在的花車循迴演出 很多人,有人玩音樂 那裏面就有個叫做玉壺光鑽 這個玉壺,大家不會想著是一塊玉 一塊很名貴的玉,其實不是的 這個玉壺,玉其實在古代來說 其實還有第二個意義 就是這個月亮 是晶瑩獨透的 因為我們妄想,月亮,月光光 就是一些好像白玉那樣的 黃皮籽那樣的 你看那些月光光 可以是黃黃的,或者明亮皎結的 也可以的,也可以去考五膽的 這個玉壺光鑽 你可以看到那個月亮 其實就是說 所以它就馬上配上 叫夜雨龍舞 夜雨龍舞 你可以看到有魚和龍 那你在想著什麼? 那個舞 就想起現在的舞獅 就是現在中秋節 那些人擦香 在那個天候 不是天候水 應該是大坑那裏 那裏就會有些香 就製造龍 以前可能就是一些燈籠 那樣 一些燈籠 大家拼在一起走 在那裏表演 變成一條魚和一條龍 那魚在那裏 就在水裡 噴來噴去 那龍呢 就在那裏跳舞 那就是舞龍 那大家想到 都很熱鬧的情況 那鵝耳 雪流金流煙 鵝耳呢 大家不要想到真的 是飛鵝 喜歡的 其實作者只想的是 光殘殘 飛鵝喜歡撲向光 一定是 後來就自己犧牲自己 傻奸奸 撞上去 那這個鵝耳呢 其實是指以前 大家知道 形容女士的眼眉 就可以用 眉 就可以鵝眉 可以用柳眉 所以他們很尊重這些字 那鵝耳呢 就是 一些人在頭髮那些雞 整整整整 扮到成了鵝 其實 在那裏稱讚一些女士 那也有鵝耳 有雪柳 雪柳就是 可能它頭刷到一條條 有些東西 掉下來的 閃閃靚 很漂亮的 那鵝耳雪柳 金 黃金衣 那黃金衣呢 大家想起黃金衣 可能就不會把金柳衣 混亂了 這個黃金衣呢 就是穿到 金色金碧輝煌 閃閃靚 其實可能它的衣服 就是有些反光啊 就是有些 釘了一些珠片啊 或者他們因為那些始終是 你想想一下 唐朝 他們已經有石柳衣了 已經穿五層 師傅 挺性感的 那去到宋朝 那就更加有另一種 雖然它簡單 但是簡單得來呢 它都很漂亮的 那些衣服 然後呢 那幾個女士 幾位姑娘 走過 這樣 暗香去 那些香囊的酒局 那些走過 好像我們現在走過 你可能去中環 你經過一些 皮力經過靚媽 有幾位美女走過 那你走完之後 你還聞到那些 暗香那些很漂亮的 名牌香水的味道 那樣 你聞到那股脆的 就是香水味 然後呢 然後呢 就回到最後 最後 那就是 眾女尋他千百度 不然回首難 她在燈火南山泉 那通常去到這些情況 出到去 大家都在想著 就是說 你不要想著 就是作者在那裡 找美女啊 認識女朋友 絕對不是了 我相信她也是 有些抱負 雖然那天是佳節 是一個元宵佳節 但是呢 她始終出到去裡面 看到別人個個都這麼開心 有美女吧 就說到 哇 一身妝容很漂亮 很漂亮很漂亮 整妝以待一下 可能整了很久了 要找個 找個丫畫 找個被女 幫她 整好整漂亮的頭髮 化漂亮的妝 做換套 漂亮的衣服 做一些布 做好了 然後 化完美妝 戴上香囊 一起約在一起 出去 但是 在這個階節裡面 新氣質 究竟她內心的世界 在想著什麼呢 這裏 我想大家去思考一下 順便去提一提 這首詞 這首詞 再說回來 就是這個 青玉案 這個新氣質 是宋詞的 提一提大家 其實這個 李慶民獅子學研究社 我們搞了一個 詩詞 一個班 還有一個 中國歷史通詞 另外還有一個 中國文學 還有一個 英格文學 還有一個 文藝復興的班 這些我們都還在開 大家如果有興趣報名的話 都可以 聯絡我們 或者查詢有關的課程 那個收費不貴 而且都是 據我所知 最長的一堂 都是 最後四堂 一個月裡 就是 一個星期一堂 每一堂 大概是一個半小時 地區 就視乎人數 而會在中環和上環之間 如果大家有興趣 都可以 打電話 我們有同事接聽 電話是 5900-3590 5900-3590 完成了這個課程之後 我們李慶民獅子學研究社 我們回班 出張證書 今集多謝各位 如果大家有興趣 看我們這一輪的節目 希望大家 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或者給點like 支持一下我們 多謝各位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慶民 字幕志愿者 李慶民 字幕志愿者 李慶民